五四直安打 對戰打擊率只有兩成 而且吞了6K 這一棒待起來 非常的深遠在右半邊 敗了個敗 The two 兩分跑 哇這應該是打到前補球龍外面了 哇 祝選再度炸裂單場的第二發 持雷達 今天他一個人包辦了有三分打點 這一棒要一棒摧毀魏球龍的反擊了 九分我真的會對魏球龍造成比較大的壓力 嗯 這樣散個半局有很好的得分機會 最後分數未得 哇今天桃園隊單場團隊 所敲出來的第三轟 朱玉璇單場雙翔炮的演出 再來看一下 完全的咬中 完美的仰角 哇直接飛出了鐵母球場啊 他今天這兩次全力打 真的都還蠻大隻的 你看看他最終是飛到哪裡去啊 是不是飛到鐵母球場外面了 這棒也打得非常扎實在中間方向的飛球 往後退 穆松 歐桂圓 榮焰烤肉席 這個時候朱玉璇炸裂 Solo Shot 這是暴力圓在本屆的台灣大賽第一發的全雷達 價值連城 哇今天把朱玉璇拉上來打第五棒 收到非常非常好的效果 這場比賽是由台灣隊先持得點1比0 面對到廖憲夫那個球其實就有點危險了 但面對到朱玉璇還是同樣的位置 今天就真的是扎扎實實的咬中擊球點 哇朱玉璇在這次的台灣大賽真的是太火燙了 再看一下高起來 對只差變數幾乎沒有掉 哇直接打中了榮焰烤肉席的屋頂 再看一下郭登星也只能夠目送 球過了大牆 揮棒落空三陣出局 哇伍多怒吼啦 在樂天這邊呢無人出局蠻累啊 但是沒有辦法攻下分數啊 大中計 稍後片刻 王耀寧現在做好準備 這個打席的第四顆球 打進場內有機會抓兩個 加上這裡 李凱威再轉轉一壘 Double play 王耀寧拆彈成功 在五局的上半 樂天一度是無人出局都蠻累的 但最終只靠了陳昌慰的保送幾回一分 曾經的雙殺打 讓龍隊2比1守住領先 好可憐 好可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